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从本期视频开始,我陆续向朋友们介绍三个非常好用的双语字幕插件 这里的双语字幕包括视频的原生字幕和设置的翻译语言 第一个插件,YouTube双字幕,只能在YouTube网站上使用 第二个插件,Language React 这个插件不仅可以在YouTube上使用,也可以在Nightfee网站上使用 第三个插件,功能就更强大了 不仅可以在YouTube、Nightfee等视频网站上使用 同时也可以显示网页的翻译 在网页的翻译中,包含原始的语言和设置的翻译语言 这个软件就更强大了 我向朋友们介绍的这三个双语字幕插件都可以在手机上使用 我首先在电脑端下朋友们演示插件的使用 随后也会介绍在手机上如何使用这三个插件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双语字幕插件呢 我认为双语字幕的优势有两点 第一,能够为学习外语提供更好的帮助 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可以显示外语和自己的母语 能够为学习外语提供更好的帮助 第二个优势 使用双语字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外语视频的内容 因为有些时候,翻译的字幕可能不能完全正确地表达原始的本意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原文和自己的理解 更好的理解影片的内容 本期视频,我首先向朋友们介绍这个插件 YouTube双字幕插件 这个插件也可以在手机上使用 下一期视频,我会演示如何在手机上使用YouTube双字幕 插件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打开这个插件的网页 点击后面这里,添加至Chrome 点击添加扩展程序 YouTube双字幕,已添加至Chrome 在安装这个插件之前有一个前提 打开扩展程序这里,点击管理扩展程序 在这个页面,开发者模式这个选项要保证开启 现在我们就安装好了这个插件 再次点击扩展程序这里 找到刚刚安装的这个插件 YouTube双字幕 点击后面的这个固定的图灯的标记 目前已经开启了这个插件 如果要关闭这个插件 点击管理扩展程序 找到YouTube双字幕 可以关闭,可以开启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个英文的YouTube视频 这个视频原始的字幕是自动生成的英文字幕 如果我们不选择使用双语字幕插件 只能显示一种语言 显示原始的字幕 或者在后面选择自动翻译 找到需要显示的目标语言 只能显示一种字幕 不能显示双语字幕 接下来我们启用YouTube双字幕插件 手上安装以后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以后自动就会显示双语字幕 我们一播放一下看一下 上面是原始的英文字幕 下面是翻译的目标语言 如果我们不进行设置 下面翻译的这个语言 默认的是浏览器的语言字幕 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字幕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默认字幕中文简体 可以选择其他的字幕 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设置 因为这里默认的字幕的初始语言 就是浏览器使用的语言 下面我们看一下双语字幕的简单设置 点击YouTube双字幕 我们可以对视频字幕和翻译字幕 单独进行设置 当选择了视频字幕以后 下面的设置仅仅是对视频字幕进行设置 同样点击翻译字幕 也可以对翻译字幕进行设置 在进行设置的时候 要把这个选项打开 自定义样式 关闭以后就会恢复字幕的原始的样式 打开自定义样式 可以设置字体 可以设置字号 字体的颜色 字体的背景颜色 还有文字的描边 下面这一个是字体的间距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功能 尝试一下对视频字幕和翻译字幕 分别设置 如果要恢复到原始的样式 点击这里 关闭自定义样式 就会回到原始的设置样式 建议朋友们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设置 在此我就不再向朋友们演示了 我们再次来到视频的画面 最左边这个图标是 自动播放模式 可以开启 可以关闭 关闭自动模式 视频播放完成以后 就不会再继续播放 其他的视频了 然后点击视频画面 这里的设置 可以设置播放速度 字幕 可以关闭字幕 可以选择自动生成的原始字幕 可以锁定画质 默认字幕 可以选择其他的字幕 如果选择单字幕 只会显示翻译以后 的字幕 字幕下载 点击自动生成的英语字幕 可以下载TXT SRT格式的字幕 也可以选择翻译以后的字幕 比如中文简体 可以下载中文简体的字幕 也可以下载双语的字幕 好的 以上是视频画面这里面的设置 在视频画面上 上面显示的是英文字幕 下面显示的是中文字幕 原始的字幕和翻译字幕 是可以交换位置的 刚才在进行字幕设置的时候 我疏忽了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再次打开 双字幕设置 前面是视频字幕 后面是翻译字幕 点击这里的交换位置 翻译字幕和视频字幕 就会交换位置 另外我们还可以锁定字幕位置 在字幕的左上角 这里有一个标记 这个图标 当出现小鼠的时候 按下鼠标左键 然后拖动 可以把双语字幕 放在视频的其他位置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选择字幕的位置 另外我们还可以 对视频的字幕文本进行复制 选择以后 右键 点击复制 以上就是我对 YouTube双字幕的简单的介绍 朋友们可以在使用中 不断的摸索它的功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